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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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慢慢的用 在大家用餐的時候 我來跟大家講一講 怎麼樣來打精進佛氣 我們極光寺呢 因為從開始建築到現在 我們一直都在建築之中 從來沒有擋過精進佛氣 所以我們在座的諸位 打過精進佛氣的人 沒有幾個人 所以 要打氣的時候會很緊張 一聽規矩 就說每天要念那麼多的佛 還要拜那麼多的佛 本來是要來打精進佛氣的 結果呢 我聽在開始 要打精進佛氣之前 不只是在家居室 連出家人都要講條件都要出家 可以不可以怎麼樣 要不要怎麼樣 大家看 就是希望你把你日常生活當中 自己的某一些習慣帶到這個地方來 其實呢 所謂精進佛氣 就是要你在這七天之內 能夠盡量的不起妄想 要不起妄想 當然就要有很多決定 有人認為 這個條件實在太 定得太緊了 我們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成就 其實呢 真正念佛念的最多的 大概不是精進佛氣 在大陸呢 有人念佛念生死觀 就是除了睡覺吃飯之外 大概佛號要不斷 甚至呢 都要站立的 站著睡覺 如果醒的時候呢 絕對就是要 內佛 繞佛 如果累的時候呢 就靠在心上 休息一下而已 那是什麼呢 就是在大陸有很多出家人 修菠祖三昧 在南投埗里的廟年老和尚 他修過很多年的菠祖三昧 我前天到朝中去 有一位師父 他在盧天祥醫師的一個修行道場借助 聽說他在過去也修過波座三妹 這個波座三妹應該是年輕立壯的人才能夠修持 或者像這幾天有人就告訴我說 我一天不睡覺 我都快要封倒了 怎麼可以九十天 波座三妹是三個月 經進佛期 以前在大陸是沒有的 大概有人修波座三妹 或者是說在念佛道場 有時間就進去共修 經進佛期是我們主公的佛上 他在自己身體不太好的時候 他認為說我要怎麼樣來用功 才能夠把我自己的業障消除 他有時候就說 我照一天七住香來修行 或者是要多一點點 慢慢的他體會到 如果一天當中醒的時候不起妄想 大概要九住香 那休息的時間加上一千拜 才可以 然後像剛剛開始 在打經進期的時候 有很多大專學生 或者是其他有什麼職業的人 他們都是利用比較 有一點可以請假的時間 再來打經進期 我聽到的笑話就是有一個學生 他說平時我們如果到道場去逛秋 大概會講很多的道理 所以他要打經進期的時候 就帶了筆記本 然後到道場來 第一住香開始就念佛了 然後等一下再進去 第二住香第三住香全部都是念佛 他才說 來這裡根本都沒有辦法聽到一些道理 認真講 如果是精進佛期的話 會很少講道理 讓你們能夠好好的去修持 我們想只要我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可以嗎 事實上你念佛的時候 你心裡有沒有起觀想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很多人等到自己身體不好 或者是說 我為什麼老是要去找工作 如果做不了兩三天 我又被辭職了 運氣不好的時候才想說我 到道場來 要求佛菩薩 看怎麼樣你能夠保佑我 加倍我 其實這種想法不太對 我這幾十年來 經常鼓勵大家說 你們要好好的持咒 念佛 自己要想想自己的業障很深重 要怎麼樣才能夠把心靜下來 自己思考一下 我的業障那麼重 應該要怎麼樣來消業 很多人一聽 我要持咒 我要念佛 或者我要拜佛 就問我 師父你叫我來念佛的話 我要念多少天 我要怎麼念 這個都是很難 我很難回答的問題 我們在念佛的時候 我們要想想 阿彌陀佛多麼慈悲 我們造了很多業 自己都不知道要懺悔 我們要藉著這個時間 去觀想到阿彌陀佛的慈悲 告訴我們 你造了業你必然會受到 我現在呢 我要怎麼樣不造業 比如說我平時呢 我講話我就很喜歡損人 看到東西呢 我就會起貪念 我在這個時間呢 我就是應該要 怎麼樣在念佛的時候 我要想 我要怎麼樣去消除我的種種习氣 那時間呢 如果說你練佛 是在大殿裡面練出來的時候呢 就認為現在是休息時間 我就不要念了 那個妄想還是分歸 我們老和尚 剛剛開始在打進進氣的時候 大家 我看你們 大家在你們的海丘上面 都別來一個禁禮 可是以前有很多人 他是在大殿裡面禁禮 然後呢 到外面來呢 他就會很想找人講話 很多老菩薩很可愛 他想跟人講話的時候 他就用手把這個禁禮 捂起來 然後他就說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要做什麼事情 不只是在家居室啊 也有出家人他自己說 我太愛講話 人家會說你怎麼整天都喜歡講話 他也是去掛淨雨 自己去掛淨雨 如果想要跟人家講話 他也是把那個淨雨放過來 然後整天一直想要找人講話 你這樣怎麼能夠把你自己的心靜下來呢 所以呢 既然掛淨雨 現在還是有人想方設法 在人家看不見的時候 就跟人家講話 那不是說 嘴巴不講話就好了 他嘴巴不講話 他那個手一直直怎麼樣怎麼樣 還是用心還是要跟人家講話 我相信 如果你這樣打氣的話 絕對是散亂七 沒有辦法把氣拿好 所以 你既然想要打氣的話 要讓自己的身心 都要能夠靜下來 如果現在是第一次打氣 應該呢 一天兩天沒有辦法把心靜下來 可能你到第三天第四天才可以 還有時間 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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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 我要跟大家講一講 雖然現在已經是秋天了 可是這個氣候的變遷 有時候氣溫還是會很高 平時一定要涼快灌的人 在這個時候要忍一忍 剛才我一進來 就有人說怕我很熱 把電風往我身上壓催 剛才拜佛拜王 可能那個毛孔全部都張開 在這個時候你攤涼 已經在大電裡面 有調溫度 讓你們會有冷氣吹 可是沒有電風往你們身上吹 以前在打氣期間 有人會非常的苦惱 我們那麼熱 想要吹一點電風還不行嗎 如果你平時打坐的話 也不能把那個風 從你的前面 或者是從你的背後 對著吹 很容易在這個時候發生毛病 尤其是血壓比較高的人 可能會中風 或者是說 你在打坐的時候 窗子是開在你的頭背後的 大家看 以後經常會頭痛 這是真正的 所以 平時難得出汗 在我們體內很多毒素 我們都沒有辦法排出來 假如在這個時候 你能夠流流汗 應該是把裡面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可以排掉了 我們很多人 大概都不會了解這種求情 還有 在這一段期間 我希望大家 不要說 因為我拜的很熱 我要到外面喝冷開水 你要喝水的時候 應該是喝溫的開水 而且要慢慢喝 不要一口就把它喝下去 很容易發生毛病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在自己的生活上有一點改變 這七天裡面 如果我有時間 我都會來在大家用餐的時候 然後告訴大家一些 在國旗中 我們應該注意的 其他時間 我希望給大家多 都 念佛 都拜佛 都用功 都用功 我的喜氣 去掉 為什麼 很多人吃飯的時候就開始貪念起來 打妄想 這樣東西很好吃 我要多吃一點 或者是那個東西我不要吃 我就留下來 事實上 在大陸 我們老婆上講 我們過堂哪有你們這麼多東西好吃啊 一碗飯 或者是早上就是一碗稀飯 事實上早上你喝稀飯的話 它比較容易消化 所以講到 周有十利 吃稀飯 對我們身體的健康有十種利益 對修行的人 都有很多的利益 那 有些人 現在平時都說 我一定要吃飯 或者是我吃飯 我一定要配什麼東西 吃什麼東西 把自己身體吃壞了很多 所以慢慢的 你沒得挑 他們以前都是一大鍋的羅漢菜 就是把所有的菜全部都煮在 裡面有湯 裡面有菜渣 那你想要湯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告訴這個 行堂的人 我需要多少湯 甚至你要多少 你都要用筆的 那有些人 我不要喝那麼多湯 我要渣 你就要告訴他們 我是要用什麼東西 如果是出來 而且對這個規矩不太了解的人 希望我們在那邊過二堂的人 看看別人怎麼樣把碗收進來 把盤子收進來 幾次以後你就習慣了 既然只有一大碗的菜 你沒得挑 大概也只能說我要多少 越來把自己的妄念越來越少 碳汁是怎麼樣去掉 大概在休閒中也就可以 好 節哉 拜拜